幫我介紹一下 那我從主畫面開始 好 那你們看到這個的話 其實它是智能雙控的一個液晶的面板 那你可以看到竹洗衣機就是這一台 那迷你洗衣機就是下面的那個 那我們點進去竹洗衣機這邊啊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地方 那比較要特別提到的是 這個是我的行程 那我的行程的話就是 如果你操作同一個東西 同一個功能超過三次 它就會自動幫你加入在這邊 就有點類似我的最愛 那你就點到這邊 就不用再另外做設定了 再來的話呢 這台為什麼比較厲害 是因為它有一個這個 叫做烘乾行程 那這個烘乾行程呢 這次的話是搭載Heat Pump的 一個像是類似廚師式的乾衣技術 那就是有點類似說 你們在把衣服掛在房間裡面 然後用廚師機來烘 那你們有去過市售一般的那種洗衣店嗎 他們是不是超燙 他們的烘衣機很燙 然後拿出來衣服都會變很小尖 但這個的話你就不用擔心 因為你的溫度是保持在50至60度 對 然後我們就不會破壞我們衣服的結構 對 然後再來的話 剛才美女有提到說要洗床單嘛 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的話 這邊有一個特殊行程 這邊就有個大型衣物啊 還有塊錢 然後是等於要塗好運動的啊 運動的衣服可能裡面有鹽粉 對 所以要用特別的方式來洗 或是精緻衣物像有些比較貴的啊 像絲綢啊等等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模式來做清洗 那同時也要跟各位提到說 他這個的話呢 很厲害的話 他這個觸控面板呢 還可以加入這個 這個是遠端啟動 遠端啟動就是說 我們可以遠端遙控我們的洗衣機 用APP嗎 用APP 然後不管像是譬如說 美女是iPhone 然後你是Android 系統都可以做使用 只要你手機可以連到Wi-Fi 然後幫我們下載那個APP 就是一個Smart 就是我們LG的專用的 然後就可以直接來做設施 直接來調整 然後它會鎖住 就變成說 如果你用你的手機操作之後 在這個地方就不能開了 就是有點安全的堅持 對 然後提到的話 剛剛裡面有講說 這個裡面是12公斤 那下面的話就是2公斤 你就可以分開一起 因為有些東西不能混在一起 這樣子 那面板的話 剛剛他有講到說 面板的話是雙控 雙控是說 所以我們回到這邊 我們就可以來點選 我們想說迷你嘛 對 迷你這邊 然後我們等他跑一下 那到迷你這邊 我們可以用什麼 少量高溫洗啊 嬰兒衣物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小寶寶的衣服 是不可以跟大人一起洗 我們就可以點這個 或者是 像內衣內褲啊 我們也是可以分開 就很方便 就跟大家都混在一起 就大的衣服 衣物洗這邊 或者是比較髒的 然後迷你的洗這邊 迷你的就洗這邊 那是12公斤跟2公斤 那再來的話 這台洗衣機 它也是自動注入 我們的洗衣精 跟我們的油軟劑 就不用再一直夾 所以有時候 傳統的話 一直夾 一直夾 沒洗一次就要夾一次 可是這個你只要夾一次 然後它就開始自動的偵測 自動偵測之後 它就會自動注入 就很人性化的 就只要放一個量 那自己會 會給你們看 好 所以它的洗衣機 它會自動用量 它去 對 它會自動偵測 它去偵測它所需要的量 如果平常比較撒激人啊 可以這邊調整 這邊有個全自動 它就會自動偵測你的洗衣量 跟你的洗衣精的分量要加多少 然後這個就是放洗衣精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放個軟劑 那一般來講的話 洗衣槽 它的金屬 和它的這些包紅的設計 跟它的洗衣的 布料的壁面 都會有一些接觸 所以每一種款式的機型 都在強調裡面的金屬面 請問這一台它對於這個機型的問題 你剛剛提到這個是 它有 因為它那個金屬片是因為它要 不要那麼多噪音跟它那個震動 如果它裡面做的不夠飽的話 整台洗衣機就會很長 但是因為這台全新做的升級 所以它其實裡面的金屬片是很薄的 你們可以進來看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一台馬達也是做到20年保護的 它有20年 之前以前 過往我們LG都只做到10年的保護 可是這次做到20年的保護 也就是說如果你20年的話 因為這台售價的話 其實是一萬零800 但是你可以用20年 所以其實非常 所以這一個的公升數是多少 公升數 12公升 那下面的呢 下面兩個是兩公升啊 那你可以打開給我看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 那這個是 放 洗什麼衣物會比較好 呃 北皮的衣物或是內衣褲 內衣褲 對 襪子什麼的 襪子也可以 那它會不會發生那個襪子少一隻的問題 好不 不會 所有的洗衣機都會有這個問題 人家洗衣機吃掉 不會不會不會 不會不會 不會擔心 但是吃掉可以 沒有辦法 那有沒有那個 因為滾筒洗衣機 像我們在做洗衣機的清潔 大部分都會用什麼 小蘇打粉啊 那它有沒有那個清潔模式 這可能要嗎 今天可以去一個這麼美景的夜晚 是不是 因為我家裡也是滾筒也是LG的 那 那這邊 下去 那它會用什麼模式 是沙子 他們專用的 我幫你問一下 好 就蒸氣跟清水 你說 在清潔洗衣機炒的時候 是用蒸氣跟清水 沒有那個模式 OK 有新的想法 只有在於 為消費者 創造一個 謝謝